美國能源部部長格蘭霍姆 星期日對媒體表示 由於原料供應鏈方面的問題 今年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 無法滿足強勁需求 這樣將導致今年的家庭取暖費用上漲 在之前一天 拜登總統對系統會動用戰略石油儲備 來解決天然氣價格上漲問題 沒有公開表態 而能源部部長格蘭霍姆說 政府認為所有的選項都在桌面上 二重戰略石油儲備中式放石油 只能對油價上漲提供有限的暫時緩解 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的數據 天然氣零售價格預計將達到 2005至2006年冬季以來的最高水平 而今年冬天 依靠天然氣取暖的美國家庭 可能平均需要花費746美元 比去年冬天增加了30%的費用